这起不幸的事件造成一个妈妈不幸溺毙 而对此现在台中市其实要来做网瑶补牢的工作了 不过其实像这样的地下道在台中市总共是有32个 而且还分为三级 他们说未来除了会把原本的LED警示灯加大之外 会派专人驻守在地下道的外围 甚至还要加装淹水自动起壁的栅栏 只是这所有政策的成效都还得再等六个月才能够来实施 检察官勘验出事的大甲地下道追查有没有人为疏失 但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实际走一趟台中市列馆的32个地下道 平常时车流正常 一旦下好雨水淹的却比任何平地都快 现在台中市府才开始亡羊补牢 要派专人驻守甚至要盖栅栏 只是一切的成效都还要等六个月后 接下来的台风季节该怎么办 我已经请我们建设局能够赶快 做这方面的一个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一个月内我们提出一个方向 仔细分析台中市列馆丙级的地下道有九处 轻微积水的乙级有十四处 像大甲地下道有生命危险的有九处 未来除了把原本的LED警示灯加大 碰到豪雨警报将派专人驻守 甚至要加装宛如平交道一样的 盐水自动起壁栅栏 问题就在像大甲地下道 这已经盐水淹了几十年的风险地下道 为什么当时不提早准备 现在才汪洋补牢 看看去年七月台风季节 大甲地下道已经淹水 今年光是豪雨 已经让这条地下道夺走一条人命 只希望市府的亡羊补牢 未来真的有效 记者李孟商王一云台中采访报道